昨天这一报,很多人都惊呆了 一人黄紫娇啊,她整个大爆料毁灭似的 拉出了一串粽子,爆了一堆人,震撼演艺圈 后来因为她喝了酒,情绪非常的不稳 又做出自残的行为,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来治疗 根据了解目前最新的消息,据传已经苏醒了 另外呢,这是根据了孟耿如的经纪人她说法 昨晚在加护病房度过的期间是有短暂的清醒 可以看出来昨晚是非常危急,人还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言语跟表达 看起来整个状况其实蛮严重的 那这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带您来做一个大整理 黄紫娇被人家爆料说她强拍人家裸照性骚等等疑云 结果她这个整个疯狂扫射,拉了一堆人全部一起来扯下水 包含也泡打大S小S,现在大S出事被指说有吸毒 张兰又赚翻了嘛,只不过狂蹭啦 还很开心说今天是一个好日子,音乐放得非常的喜气 先来看一下呢,这回黄紫娇她就说 大S小S要吸毒啊,等等等 那大小S他们最新的回应,怎么回应呢 我们先来看看 她说呢,因为黄紫娇说有逼她来吸毒嘛 好,他们就说2004年吸毒的案件事件当中 其实法院当时判决一周刊是败诉的 那志俊叶也在2009年提供了南韩媒体 而且他们将对所有的不实指控要保留法律追溯权 他们有说为了面积昔日的情谊 好,所以不见得会直接提告 但是保留法律的追溯权 那当然这回黄紫娇也扯出了谁 她说阿雅也有吸毒 那阿雅她否认,她说她没有占毒 关于诽谤政商 她将拿取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权益啊 看起来呢,这个一堆人都被黄紫娇指控爆料 那当然呢,微博热声榜前五名来看看 哇,全部被戏评罢评了 你看,黄紫娇铺大小S吸毒No.1 第二名黄紫娇承认有性骚No.2 国内首作跨海高速铁路桥大片的变到第三名了 好,第四名也是黄紫娇 跟黄紫娇有关系 黄紫娇信息炸裂 这个看起来,因为黄紫娇这一报 她录了三段的影片 里面的信息量其实真的非常的海量 说了一大堆人,说人家指控说他们也都有问题 那不问如何,大小S被黄紫娇指说有吸毒 甚至还逼黄紫娇来吸毒 那来看看,大S的前婆婆张兰 在直播的时候,哇,很开心耶 首舞足道哦,看起来兴起 不错哦,很棒哦 好,别错过了,吃香瓜 同时在线破十万元 好,她还这个意有所指说 来,买个杨梅吐气 杨梅汁,牛斩乾坤酱牛肉 其实也不得不佩服啦 张兰的这个三亿脑袋 也真的是很不错 这个网友就说,哎,要饺子 这个饺子跟黄紫娇的娇 是不是有大王黄紫娇的谐音吗 但无论如何,这整个好爆料 的确太惊人,也扯出太多人了 那我们要来看看张兰 在整个直播的流量 销售额出炉,哇,很棒耶 这大约台币2256万 累计观看数量呢 1707万人 哇,我说,哎,惊呆了 这太夸张了,太海量了啦 大家也都过来张兰 也就是大S 对,大S的前婆婆 这边也来吃瓜了 那当然呢,其实这整回 这个黄紫娇还扫射了谁 还说了,爆了谁的料 他爆了夏宇童 他说夏宇童就是他 这个不跟他在一起 不正,都不承认 现在呢,这个夏宇童回应说 现在双方都有各自的生活 不需要,也无需再多做讨论了啦 那另外呢,这个黄紫娇 他也爆料啊,说有个姓贾的艺人 追他,哎,到底是贾 哎,姓贾的,在这个演艺圈 也没几位啊 现在大家就说,哎,该不会是贾静雯吧 该不会是贾永杰吧 好,这两个人也赶快跳出来澄清哦 这个贾静雯就说,他不是当事人 不是他啦 希望受到创伤的人 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爱跟希望 哎,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的确人生还是有爱跟希望啦 最近MeToo,让大家看出太多人性的黑暗面 那不要忘记,还是有好人 还是有爱,世间还是充满希望 那另外呢,贾永杰他也说 哎,真的没有,真的也不是他 姓贾,没错,但不是他啦 所以呢,大家也都 马上来做一个辟谣 另外呢,这个黄紫娇也提到 姓陶的,该不会是陶晶仪吧 很多人也在猜 陶晶仪的经纪人也火速来帮他回复 他说呢,陶晶仪回复,没有承认也没否认 只说,希望黄紫娇能够好好度过 艺人黄紫娇被指控 曾经常拍裸照 现在整个呢,炸锅脱了一堆人 爆了一堆人的黑料 他在昨天呢,拍了影片坦诚 过去跟黄紫娇合作过的 这个艺人杨小黎就说 黄紫娇很绅士 出席活动拍照 其实都会保持距离 夏寒玄小早出席活动时 也感慨地说 之前自己出事时 黄紫娇可是有关心他 是他在演艺圈相当尊重的大哥 我听完他送医的消息 也希望他能够快点好起来 其实之前我大麻事件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直讯息给我 说你不要 因为我那时候还进去精神病院被关 其实只有他一个 演艺圈只有他一个前辈 这样一直关心我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 几乎没有跟他有什么交集 对,他会这样关心我 我就觉得这个大哥对我蛮好的 可能他之前做事我不知道 但后来他做事 他对很多人都很棒 你看像李炳辉,李炳辉大哥 他也是尾牙 有活动都找他一起这样 对,所以 对他说一些加油打气 不用加油打气 就坦然面对 对 你听说他已经送医 蛤? 真的吗?刚刚的事吗? 就刚刚 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对 因为我相信他还是个好先生好爸爸 对他有努力在改变 他是一个一天看七份报纸的人 他非常的认真 然后很努力 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比较少接触 但每次在可能一起主持啊 或者是出席活动 他主持的时候 他都很照顾我 就是他都会 而且他是很绅士 他跟我拍照 没有一张照片是会融融 就是你会勾着你 尽管我们从小就这样一起工作 那这个天心姐最近有跟她联织吗? 没有 那还有什么事情? 刚刚才对得知这个消息 嗯 就是什么时候的状况都还好吗? 都很好很好 嗯 就是事件的前后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都不是最清楚知道状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都应该要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跟温柔对待 然后身体的自主权 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就是大家都要保护自己 性骚的风暴 郑哥他也爆料红指教透露一位姓陶的艺人 跟他打听业务眩事件 他怒抢你烦不烦干你屁事 不过由于姓氏很特别 外界就怀疑说是不是主持人陶金莹呢 另外呢这个艺人王月在领书也发文表示 跟陶金莹聊起meToo事件 说称赞台湾的女艺人很勇敢 但因为王月身边朋友跟受害者同公司 因此王月告知陶子莹这件事情 知情此事 陶金莹才会很关心受害者 也表示可以帮忙 ni日文不要愿重 优优独播出来了 优优独播出来了